好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第二個錄影的方式 其實剛剛呢 如果您覺得 我還要這樣子 把簡報匯進來頁頁的 可是你可能 還是比較希望說你的簡報裡面 我可能在簡報裡面播影片啊 或者有轉場效果有動畫 或者是超連結 那這樣子 我們在那個 裡面你要做成這樣 可能就沒辦法 怎麼辦 就回歸到 老師最原始的方式 就是 直接錄你的教學啊 所以你看喔我這邊 我們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剛講的如果您在這裡 想要 這一段就不要了 我就 再開個新的 你就把它叉叉 有沒有變成錄製新影片了 對不對 好那 現在呢 這個內容 我就先把它刪掉一下吧 你可以到這個三個點點 直接把它刪掉 按右鍵也可以 就看你 那 我現在也有看一下 關閉簡報 好 在這邊 清除草稿 OK我現在是完全新的 你可以從剛剛這邊 直接關閉簡報 那他如果帶你到草稿就把草稿清掉就好了 這樣是完全空的 現在完全空掉的 你看 他其實標準的方式就是 他支援這些 你知道最後面這個是什麼嗎 就是 蘋果的 Keynote 好所以 因為 我們的 他也支援 Mac 就是軟體本身就支援 當然我們用雲端是沒什麼差 那我就很簡單的 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 就這樣 那背景 剛剛講過的 你可以自己挑一個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好這樣進來了 那麼 現在呢 你就直接用螢幕分享就好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 我要介紹這樣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回歸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雙螢幕 對不對 你一個螢幕的時候 我再怎麼厲害 我肯定還是要操作一下軟體嘛 我就是一定會錄到一些多的 那如果呢 我的另外一邊 因為我現在另外一邊是那個直播啦 所以我就不錄那一邊 我就從這邊螢幕分享 像我們剛剛一樣 整個螢幕錄製 那這樣最符合 也可以說是最符合啦 是平常 上課的方法 你就簡報打開 然後就照著操作就好 而且 其實說真的 我還是必須承認 不是每個 老師都習慣自己看自己 這個是 就是怎麼講 我們是自己看習慣的啦 所以反而沒看到覺得怪怪的 但是 有些人就不習慣 在螢幕上看到自己 那 用這種方式呢 當我們 雖然是整個螢幕 我就錄這一邊 有沒有 錄這一個 錄下來 好 那你就 把它調到適當的大小 OK 那 現在呢 按下錄製 現在我就是新的 因為我的投影片是新的嘛 所以你看 等到321了 現在呢 這樣不會看到自己 那你就自己 認真的開始講你的課程 那我在這邊 比如說 我們剛有介紹這個的 那我現在先介紹一下 剛剛 還有一個沒介紹的 Print Lens 有沒有 那你看喔 我在這邊 他的官方網站跟教學文章 我先把教學文章打開 反正現在都在錄影中 對不對 那你往下走 其實Print Lens這個部分就是 他把 這個叫做虛擬網路攝影機 當你把這個軟體裝起來 我們剛剛看到在這邊 他有他的官方網站 你如果把 他官方網站 去看你是Windows還是Mac的 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在這邊 你總共 會有多了三台 虛擬 攝影機 虛擬攝影機 如果你是直接抓你的網路攝影機 也可以 所以 你看我透過這邊直接抓到這一台 因為這一台我另外 我兩個都在用 所以他會沒辦法抓到 但是沒關係 你可以像這樣 那 第二種方式是 如果你的手機 有安裝 Print Lens Studio 他也可以直接像這樣子 直接跟你的手機做零件 就是把你的手機當作是網路攝影機 那我只要拿我的手機 在這邊 這個時候我的另外一顆就要拿進來 這樣大家才看得到 你就拿這個 然後呢 掃描這個QR Code 那我們就可以連線 但是前提就是你的手機上 你要安裝他的這個App 來我先 這樣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他會有一個這樣的App 我就可以去掃描 好去掃描這個QR Code 好掃描好了 那我就連線 這時候有沒有就連到了 當然前提是他不是用那個喔 他不是用 行動裝置的 他是用WiFi 所以前提必須是你的手機跟你的電腦 是在同一個WiFi網段 這樣就OK了 這樣他是不是就抓到了 那當然我可以切換前置鏡頭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這個放進來 所以當你有這樣之後 你看 我稍微轉移一下 我看這樣行不行 有可以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就是現場的 所以呢 我的第一台虛擬攝影機 就是從我手機的角度 去看出去的 那 我在這邊 回到這邊來 回到這裡來 不管你是 或是其他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 選擇 好我先切微 一下好了 在這邊 你看你的網路攝影機 有沒有 這邊 多了三台 123 對不對 點到他 他就會切到那一台過去 好只是我現在這一台 比較忙 所以大致大像這樣 這樣應該有了解的 所以他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 他的 虛擬攝影機 不只是可以 給他自己的軟體用 還可以給別的軟體來用 這樣就會比較好 對吧 好所以 只是說他本身 抓這個部分 他是只有什麼 只有我們剛剛講的 只有影像 沒有聲音 這是比較可惜的 就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所以 你如果要錄聲音 還是要另外準備麥克風 麥克風 而且呢 如果今天是做去背 假設我 切回我自己的 我把它切成前置鏡頭 等一下 手去擋到 我切成前置鏡頭的時候呢 看自己這麼大顆塞力有點可怕 你看 直接 換背景 有沒有一樣就直接做去背了 也是緬蘭綠木啊 反正我現在使用前使用後你都看得到 對啊 然後呢 如果你要做去背的 這樣就去背的 他都可以融合的效果相當不錯 所以這個也是我蠻喜歡的啦 所以我網路上 我的部落格上 我有介紹 有介紹這樣的一個應用 他本身的功能 這個很單純 就是 虛擬設計 加上 緬蘭綠木去背 當然你也可以換你自己的 如果你不要用他這麼酷炫的 你就用標準的 這個就很像我們用Google Meet的概念 對不對 Google Meet的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嘛 OK 所以 我就像這樣子錄好囉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這邊來囉 停止 不小心就錄五分鐘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像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錄一段了 那如果呢 你想要切割怎麼辦 然後動時間走啊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都一樣的 就是自己邊看邊找 跟我們標準的那個影片剪接軟體都一模一樣 就是錄診斷的 可是他還是有那個優點 因為你切割開來了 我可以針對 我需要的部分 如果哪個地方 講錯了 是不是還是可以再補錄 補錄進去我再插進去 是不是就好了 還是比標準的那個剪接方式 來的快很多 又更容易一點 所以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玩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如果你想要讓 你的手機 鏡頭 帶進來 第一個 電腦上要裝這個東西 第二個 你的手機上 要安裝一個 叫做Print Lab Studio 這個App 事實上他這個Print Lab Studio App 就可以怎麼樣 怎麼樣 就可以做虛擬陣喉 好就可以做虛擬陣喉 所以我之前在這邊 您往下走 我有一個 這個 我有一篇文章在介紹這個 就是 您可以在上面直接用 好他就像這樣有沒有 只是 手機上的版本 沒有那個 免藍綠幕區培 他一定要藍幕或綠幕 所以呢我那時候就是 用這樣子 我的後面事實上是有一個綠幕 有一個綠幕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在後面 在後面 好在這裡 有沒有我的 錄製的過程是這樣子 然後呢 加上他的 跟OBS很像 就是藍綠幕區培 但是呢他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做直播了 所以如果你不帶到電腦裡面 也沒關係 手機就可以做直播 但是如果想帶到電腦來也可以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你可以這樣用 那好了 我們就 這樣是不是就錄好了 雖然看起來只有一個投影片 可是實際上你的影片 你剪接成不同的 這個 片段 你要做編輯就相對比較容易 這個是我還蠻喜歡他的原因 因為 真的把我們平常的 這種 剪輯 變得容易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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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